在我的从业这十几年的经验里面 其实我并不是专门为有钱人服务的 留学移民行业可能只有一小波 我们可能客户群体里面只有5%左右 是真正的那些土豪 非常资金实力非常雄厚的这些申请人 但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从中国的二线三线四线城市里面出来的申请人 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大多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第一我们都有梦想 都愿意去追求自己内心当中的最初的梦想 那么不愿意被束缚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大家都非常有行动力 确实是有一定的家庭压力 比如说像我们有孩子的 很多申请人都是带着孩子 不想让孩子那么辛苦的再去经历 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那个高考 所以说呢他们选择先一马当心出来 为孩子来吃这个苦 因为移民的苦 早晚得有一个人要吃 要不就是我们自己一代移民 要不就是孩子去吃 他作为一代移民 那么我愿意去帮我的孩子吃这个苦 帮他在加拿大先奠定一个基础 他站在我的肩膀上再往上走 会更好一点 这是第二部分 中年人 有孩子的这些人 那么第三部分人呢 可能是家庭条件真的是非常非常差 属于在中国的底层 那么他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至少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双手 只要勤奋 在加拿大做蓝领工人 收入也非常的高 可以积累财富 可以积累财富 对 是的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批人 他们出国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收获 我们说就是讲一下真正的家庭 迁徙的建议 从北京到加拿大 这个决定花了你们多长时间 可能花了我们四年的时间 大概四年的时间 做这个艰难的决定 是这样 我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当中 刚才我说从大学毕业 06年一直在做这个行业 后来呢 我又经常的带我老公 出差呀 工作旅游的时候 经常有跟我老公也到国外来 我老公做这个决定比我要难 因为我本身是从山东 从一个小城市里面 北漂到北京 然后呢 在北京呢 找了我老公 我老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土著 家里面没有外地媳妇的那种 在跟我老公相处 然后后来结婚之后呢 慢慢的我会给了他一些机会让他去选择 我会跟他讲国外是什么样子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 他不理解你这种决定吗 他刚开始不理解 完全不理解 三四年你一直在熟识的就是在告诉他 我们有另一个选择 对我们有另外一个选择 你考不考虑 我说我正好有机会可以到美国出差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去看看 对去看看 然后之前的时候他一直认为 哪里都没有北京好 北京是宇宙的中心 不仅是世界的中心 是宇宙的中心 哪都没有北京好 我又有北京户口 又有北京房子 我干嘛要出国 要去吃那个苦 对吧 还好我老公他是一个handyman 他是比较喜欢动手 他并不喜欢动嘴 那国内呢 也正好是到了这个四十上下 在职业上的选择也非常少了 那么又要经常喝酒应酬啊什么的 他也非常烦这种酒桌文化 所以说也是因缘巧合 我们就决定 16年的时候 我们真正决定要出来了 当时是我是主申请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主申请 然后我申了一次 加拿大的留学生签证 留学签证 我给我自己做的 然后被拒签了 然后当时我就很惊讶 我说怎么能给我拒签呢 我有加拿大的business visa 就是十多年的那种 然后怎么能给我拒签 你经常往来 对我经常往来 然后竟然给我拒签了 然后后来我经过调档 我才知道我的移民心想非常严重 因为你现在加拿大也从事了 那么多年的移民 能够更好我们理解这个 是的 其实我就是移民心想很严重 我当时申学签的目的就是为了移民 那么签证官呢认为 你直接就想移民 你就移民好了 你为什么还要占用我们留学生的份额呢 没有必要 所以说呢 后来就很无情就给我拒签了 但是这个决定并不影响我的家庭的决定 虽然说他的决定是给我举签 但是我的决定是继续往前走 我当时跟我先生都有十几年的这种 长达十年的这种旅游签证 我是商务签证 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也没有阻挡我们的脚步 继续收拾行李 还是过来了 很快第二个月我就过来了 虽然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 但是说实话 我在北京从业的那些年 我所学习到的东西都没有我在这边一年学的多 实话实说 我在北京的这个角度或者北京的身份 是只是一个留学中介 或者说是国际教育的移民中介 那么我在整个产业链里面算是中间部分吧 算是B 然后客户是C 然后客户C找到B 然后我在北京又没有办法直接服务到客户 因为很多客人都是直接到加拿大来 才开始的移民申请啊 才开始的这个工签申请啊等等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会把它转到我们的A项目方手上 我之前一直是B 我并不知道项目是如何操作的 那如果说国内的这些B B的这个角色 他不知道实际操作需要哪些条件的话 那他怎么可以去签约呢 因为他都不知道操作条件 那他就很难知道客户的条件是否满 你说太对了 是的 所以说在国内的中介 他们的很多的技术能力 或者说知识层面上 政策层面上还是少之又少 能力还是非常的 不能说非常低吧 至少是说大部分的人都不具备这样子的条件 甚至你自己当初作为一个团队的leader 你都没有意识到 是的 我就很贸然的用旅游签证就进来了 所以说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哦 原来A里面有很多的项目 很多的步骤 很多的需要注意的雷区 但是我都不知道 我以前也在做B的时候 也没有向我的客人去讲过 真正只有自己走的这条路 从头到尾才更清楚 是的 我的每一个客人找我做移民的客人 我基本上都把他们的路走一遍 他们拿到封印卡 就像我当年自己拿到封印卡一样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那所以当初您和先生拿旅游签入境之后 是走接着走学签了吗 没有 我没有再继续申请我的学签 后来呢 是用我先生做了旅游转学签 哦 你的时候已经有旅转学了 对 是的 我先生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 旅游转学签的受益人 2016年 哦 那是第一批吧 对 差不多吧 是曼省的一转学签 是的 刚有这个政策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第一批吃螃蟹的申请人 还算顺利吗 对 还算顺利 很顺利 我先生后来也是拿到了学签 然后呢 给我申请了配偶工签 嗯 然后我用我最后的配偶工签 衔接了曼省的寄付移民 您当时等于是拿这个配偶工签 在曼省的也是移民行业 在曼省移民行业工作 对 我非常好找工作 因为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对 在国内有这样的背景 而且曼省的很多这个同行 都是我以前的合作伙伴 我以前是B嘛 我在这个这个行业里面处在B环节 然后呢 我现在要走到了A的这个 走到前端 真正来服务客户了 然后我的很多的同行 一发现 然后那个叶塔你怎么来了 你是自己来办移民了 才才知道 我我就 我已经来到曼省来办移民了 还比较快啊 曼省的政策确实是非常利好 感到了好政策 当年你们就是 在曼省 曼省那边开始操作旅转学的机构 是的 然后数量非常的惊人 听说一年有100多单这个样子 哇 可不止 不止啊 对不止一个每个月都有你接近100了 以您自己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 旅转学这个项目是怎样的一个一个项目 对于这个话题我还是蛮有发言权的啊 因为旅转学我认为是这样这个这个这个项目本身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实话是说它作为一个大龄申请人的一个绿色通道 进入到加拿大的一个绿色通道 那么它为很多英语不好的大龄申请人提供了便利的机会 因为如果你英语不好年纪还比较大 你就是想来移民 那想来移民你就走移民的路线 看看你怎么移民更好吧 不用占有留学生的份额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认为旅游转学签呢 为国内的这些大龄的英文不好的申请人提供了一个便利机会 但是呢 这个项目呢 从16年开始到现在为止 已经是走了正常运营了六年了 可以说在这六年里面移民局已经很清楚 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大龄申请人的一个红利 一个红利项目 一个红利一个移民的通道 并不是一个真正过来读书的通道 所以移民局开始去查你之前的这些申请人里面 有没有真正读完你当年的课程 你承诺要来旅转学 要写了很好的学习计划 要来读 那么移民局相信了 给了你学钱 那么你拿学信的这个人是否履行了你当年的承诺 没有 百分之八十的申请人没有 是 我还以为旅转学很多进来也是正常读书读到毕业 是这样吗 漫省是百分之八十是没有 因为漫省它有一个就是配偶工签项目 配偶可以直接申请 夫妻双打 对夫妻双打 那么他拿到了工签之后 工签的这个人去工作 然后就可以衔接省提名移民了 那么学签的这个人就变成了副申请人 所以学签他具体有没有继续读下去 也没有移民局也没有追究 所以但是现在他开始追究了 他开始发现那么多人怎么没有旅行当年的学签的承诺 像我和我先生 那么他读了一个气修专业 然后真正读到专业课 然后毕业的人少之又少 大部分人都没有继续旅行 继续读完 所以说才导致前面的人没有读完 移民局就发现有一点好像被 奇怪对吧 对好像被给骗 好像被骗了的感觉 所以之后的这些申请人 这个申请成功率才慢慢的降低 旅转学有两次重大的改革 一次是在19年的时候 19年出现了大量的拒签 19年上半年 毫无征兆的 所有的法案 我们也做的所有的材料 都是完全符合的 但是出现了大批的拒签 移民局找各种理由 其实Edmond也被拒了一些 但是少 整体来说还是少 那么19年的时候 出现了一次拒签潮 慢慢人数开始减少了以后 过签率才上完 然后又随着现在疫情 2020年开始了有疫情 疫情本身入境的人就少 更多的旅转学的群体 是陪托爸爸和陪托妈妈 那陪托爸爸陪托妈妈 过签率本来就很高 它有正当的理由 留在加拿大呀 对 离不期间学的东西 更好 更合理 更合理 是的 本来陪托签证 不能工作 不能学习 那么来了以后发现 孩子去学习 孩子学的挺开心的 妈妈也想去学习 所以移民局呢 愿意给这样的机会 给到陪托爸爸妈妈 所以陪托爸爸妈妈的 学签通过率蛮高 但是又发生了一个转折 是在去年的9月份 9月27号移民局呢 下了一个政策 说旅转学的学签 如果你没有进入到专业课 你的配偶是不能够进入到 是不能够拿到配偶供签的 所以这又砍掉了一批人 因为很多人是在没有进入到专业课的时候 去给配偶 申请配偶供签 但是配偶拿到之后 他直接就不去读书了 连学费都省了 对 当年漫成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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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现在移民局要堵住这个漏洞 要非要逼你进专业课 才可以给到你的配偶工作签证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办法去跟移民局去沟通 看看能不能在读语言期间下来配偶供签 还是有办法的 但是呢这个过签率已经远远不如之前了 那再一点就是作为您先生作为大龄的一个读书的情况 他读书的时候觉得难度大吗 挺大的 很大 非常大 因为他学的这个专业呢 本身他他学气修嘛 automechanics 他之前在北京也没有学过 在北京都是搞金融的 来了以后一下子学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行业 所以说呢 对他挑战还很大 他先是读了八个月的语言吧 差不多就是三期的语言 后来在读语言的时候 每天晚上写作业都要写到一两点钟 要做presentation什么的 然后之前在学校里面 之前在中国也没有说那么系统的学过英文 来了之后开始系统的学习英文 后来在语言课好不容易毕业了 进入到专业课了又面临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专业课上完全是不会的 你像他很多的这种气修的零件 用中文说都是五六个字起那些专业词汇 那更别说用英文了 中文词汇都听不懂 我老公有一本特别厚的一个叫做什么 气修 维修什么中英文对照字典 我一看那本书上 90%我都是不认识的 它就是专业词汇 每一种螺丝的叫法 所以他在读专业课的时候还挺痛苦的 刚开始进入到专业课的时候 做orientation的时候 这个有班里有两个有两两个人 两个中国人 其他都是本地本地人 其他都是在当地长大的学生 那么做orientation的时候还有两个人 到第二天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那个同学就激流涌退了 就就没有再继续读下去 他一看哇这么难 但是我当时我就劝我老公 你还是去读吧 毕竟对于你来说这个学历 是我们在加拿大的一个敲门砖 你拥有一个学历的话可能更好 所以他还是挺努力的 能够顺利的毕业 在一年之内就毕业 拿到了这个certificate 并且还毕业之后很快就应聘到了 Kentere 应该是加拿大最大的轮胎店 在他的车间里面 他也是体修店 他也是唯一一个华人技师 那他自己呢 思想有没有转变 从刚开始非常排斥于加拿大 到现在觉得 还蛮庆幸的 对 他转变很大 刚开始的时候 还很忐忑 我去了加拿大干什么呀 然后能不能养家呀 然后也是40岁了嘛 所以说呢 我觉得我先生他更多担心的是 来了加拿大之后 人生地不熟 英语又不好 然后就放弃所有北京 已经凸电好的 已经都很成熟的这一切 然后来到加拿大 那么他的挑战是比我大 因为我就在这个留学移民 国际教育这个行业里面待了那么多年 所以我觉得换一个地方生活 对我来说 你的行业是可以平移来加拿大 对 我很幸运 我可以平移进来 但是他不一样 他是要完全放弃 所以对他来讲 他做这个决定的难度更大一些 他之前的时候呢 他最大的转变 我觉得是 我有一次去肯尼泰尔去看他去修车 也是很偶然的机会路过 那么我就看到 看到我先生在里面换轮胎 然后我其实当时我还是挺有一点点愧疚 我就觉得以前在北京都是西装革履的 戴着眼镜文枝彬彬的 怎么到了加拿大以后就成了大老粗了 就感觉穿着那种工作服 然后手里面支架里面全是机油 就弄得特别脏 然后也不注意形象了 脸上也不讲究了 对我心里还有一点心酸 后来那天晚上回来我就问他 我说我刚才去你 去你当时看了你一眼 我看你在忙我也就走了 我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来加拿大 你好辛苦啊 我说你每天要换那么多的轮胎 修那么多的车 趴在车底下 趴来趴去的脏死了 他自己很坦然 他很高兴 他说没有啊 我很开心 我很享受我的工作 我们一边听着音乐 一边在修车 确实是他那个车间里面都放着音乐 一会儿放个这个印度小哥的音乐 一会儿放个菲律宾的小哥的音乐 他说我有时候还放月亮代表我的心 就是他们的工作的环境特别的 氛围特别的好 然后也没有很大的工作压力 没有压力 很轻松的 很轻松 他们在修车的时候 他经常会收到小费 客人会直接到车间里来 看到他在修车 然后就会给他买咖啡 会给他那个Tim Houghton's的那个礼品卡 虽然不多 就15块钱 那上面会写一个Thank you Thanks for your work 我就觉得很感动 就是我现在每次回答就拿 你看这个是客人给我的 他就会觉得这是 这是别人对于我工作的认可 那么我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虽然挣得少 薪水不是很高 但是呢 很开心 大家没什么办公室文化 没有没有太多的竞争 没有 就做好手头的工作就好了 并且他们还喜欢一起探讨怎么修车啊 这个这个车这个什么性能啊 这些我都不懂 他的同事里面有当地的白人 有菲律宾的移民 也有印度的移民 也有还有还有哈萨克斯坦移民 反正是各个国家都有 反正就是因为加拿大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文化 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没有人瞧不起你说是你是新来的 或者说你英文不好怎么样 不用担心这些 那么只要你能够有一份工作 融入到这个工作环境里面了 那么英文这些都不在话下 好好去在工作当中继续学习就好了 我觉得对于像我们这样子走到中年的这些家庭 走到中年这个阶段 35岁到45岁 这个阶段的申请人来讲 其实最重要的是家庭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家庭 移民都没有我们家庭重要 所以无论走到哪里 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家人团聚 一家人来 尽量不要夫妻分离 我有很多个人也是这样子的 他们会自己先过来 然后之后再把先生叫过来 或者之后再把太太和孩子接过来 都有很多这样子的 但是呢通过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包括我自己走过了这条移民这条路 我觉得如果在真正在这条移民路上发生任何的问题 遇到一些挫折呀 坎坷心里面不舒服的时候 身边有一个人还是好的 一家人能够团结在一起 遇到任何的困难都不害怕 还是尽量全家一起来 对尽量全家一起来 这是第一个 因为在移民之路上 你很难预知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在这边人生地不熟 也没有太多的朋友 然后也脱离了之前的社交圈子 所以如果身边有一个亲人 那个感觉实在是太有安全感了 我觉得是 我希望大家能够一家人来做这个决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还是要好好学英文 这个英文如果好了的话 你会在加拿大更快的适应这个生活节奏 不管是跟孩子的学校老师交流 还是交当地的朋友 如果你英文好 你就会事半功倍 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 学习的丰富的材料资料之类的 大家可以从 如果你现在有移民打算 你现在就开始学习 不要认为说 到了加拿大我再学吧 到了那以后 有了语言环境我再学吧 你到了这以后 你还有其他的事情 每天也是忙的团团转 对是的 毕竟重新换了一个国家来生活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用现在的时间挤出时间完 好好学英语 有机会跟大家好好讲一下 分析一下 现在学签的这个拒签率和过签率 都是集中在哪些点上 哪些才是关键点 应该怎么去写学习计划 怎么去避免一些 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 那么提高你的签证过签率 包括旅转学的一些政策问题 法律条件 这些等有机会 给大家好好再沟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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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